在刚刚结束的第28届台湾金曲奖颁奖典礼上,爱依良凭借个人专辑说爱依良获得七项提名,最终将金曲奖歌后讲座收入囊中。 众所周知,爱依良2010年参加台湾选秀节目超级偶像正式出道,随后在乐坛兜兜转转,而且参加过内地中国好声音多档音乐选秀,无奈因合约再深等原因没有取得好名次。 如今都得金曲奖歌手,算是对他多年坚持做音乐的回报,同时也相信他未来的音乐之路会走得越来越顺畅。 超级偶像跟超级星光大道并列为台湾两大音乐选秀,迄今为止已经举行了八届,下面便来巴巴历届冠军之生存现状吧。 今天来给大家盘点一下超级偶像冠军们的现状如何。 1.朱立静 朱立静是超级偶像第三季的冠军,她于2022年7月4日被证实在3日逝世,享年40岁,消息令许多人都感到不舍。 而昔日与她在超偶三并肩作战的蔡昌县,稍早也发文悼念,并上传合照分享超偶三的革命情感。 蔡昌县四日晚间在社群网站上传与朱立静的合照,两人过去在超级偶像虽是比赛对手,却也是好战友。 蔡昌县透露,她和超偶三的选手至少每年都会相聚一次,互相聊聊近况,分享生活与工作,几乎无话不谈。 也许不是每天联络,每天见面,但那样的革命情感,这样的友谊,是多么的珍贵。 蔡昌县坦言,在听闻朱立静离世消息的当下,她和妻子都哭到不知所措,完全无法接受。 今天拍戏一整天满脑子都是你,都是你最美的笑容,都是你替大家着想关心的模样,怎么也忘不了。 直说好友一定是最美的天使,也会永远记得对方。 爱诚,二,张云精,当年一首《偏爱火》变了大江南北,演唱这首歌的人是张云精,也借着这首歌火了起来。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看到这个人都觉得是个男生,只因刚出道的时候,留着一头利落的短发,声音也偏中行,才引起人们的误解。 其实她是一个地道的女孩,中性的打扮和独特的嗓音,颇有李宇春的风范。 其实她们都是一个类型的女歌手。 张云精喜欢唱歌,在《超级偶像选秀》节目中获得冠军,从而出道。 后来她还推出了个人翻唱单曲《白月光》,一支独秀。 虽然歌曲好听,但是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真正打开她名气的是2009年。 虽然发出来的专辑没有大火,但是她一直没有放弃,热爱着自己的音乐,为事业努力着。 付出中会有回报,2009年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破天荒》。 其中黑裙子《偏爱》都在这个专辑中。 在这几首歌曲中,《偏爱》创下了两一次视听下载量。 当时大街小巷都放着这首歌,一时间火得一塌糊涂。 张云精在内地也打开了名气,有很多大歌手都会翻唱张云精的这首《偏爱》。 当时因为是短头发,中性打扮也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 虽然《偏爱》这首歌依然很火,但后来发现张云精已消失圈中。 消失了很长时间的她,再次出现在镜头前时,已是一位长发飘飘大美女。 曾经的短发,突然变成了长发,很多人已经认不出来她。 张云精为什么后来慢慢消失在大众视野中? 她自己说出了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事业受到影响。 红过也趁机过,沉淀的岁月对她来说苦不堪言,拿出所有积蓄发行新歌,但是效果一点都不好,也没有工作找上门。 最穷的时候,甚至连房租都交不起。 生活和事业的不如意,让她有了轻生的念头,选择了吃药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扶药施脚摔倒在地时,内心一种信仰,告诉她不可以这样。 于是爬起来整理好心情,留起了长发,继续以后的生活。 虽然长发看起来更有女人味,但是也影响到了事业。 没有了特色,和普通人差不多,就没有唱片公司找她。 于是专门考了一个街头艺人证,在街头唱歌,脱去了艺人的光环,依然热爱着自己的事业。 三、曾玉佳,幸运平平,如今销声匿迹,发迹于超级偶像第四届,于2010年7月17日以总积分88.55积分荣获冠军,并获得种子音乐百万唱片合约,于2010年底发片,正式进军华语歌坛。 曾玉佳于超级偶像第四届,2009年11月21日播出的30强资格赛,出示提升演唱蔡建雅的歌曲《无底洞》及一名惊人。 该比赛影片被放到YouTube网站上至2010年12月28日只观看次数已超过57万次。 其后在比赛一挑战多面向曲风,能静能动并多次获得MVP。 参赛过程中虽一度因身形及外貌遭受批评,但在决心减重的努力下,由原先的85公斤瘦至70公斤的标准体重,总共瘦了15公斤。 2011年3月,曾玉佳的新歌《呼唤我》,被网友爆料是抄袭爱尔兰摇滚乐团的Skripit的The Man Who Can't Be Mood。 曾玉佳曾被评审黄国伦称为天才型歌手,他的声音被誉为陈奕迅和杨宗伟的增合体。 比赛结束后跟种子音乐签约,发行过个人音乐专辑Lissen,2012年参加东方卫视声动亚洲,一直不温不火,如今已淡出公众视线。 4、李毅深,2011年,超级偶像改版为校级争霸战,第一届总冠军是朝阳大学的李毅深。 当晚他以94.25高分力压上海艺术学院毕业的陈杰摘贵,同时获得百万唱片合约及总价值25万元奖品等奖励。 比赛结束后,李毅深不知为何没在乐坛打拼,如今网上关于他的消息很少。 不过,他夺冠的时候引来可不少非议,有人说票数作假,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19岁的李毅深获得百万唱片合约和总值约25万元的奖品,但节目为刺激收视率,改变赛制举办全名票选。 李毅深获4000多万票,陈杰也有3000多万票,不仅票数夸张,网友更发现陈杰票数当晚在18分钟内竟暴增800多万人次,质疑系统竟不会当机。 炮轰制作单位作假。 总冠军前晚出炉后,PTT网友质疑声浪不断,不少网友炮轰每隔一秒按重新整理件,系统票数就增加200票。 夸张速度让网友麻烦说,这些票数极有可能是制作单位自己贯出来的。 网友Linx整理票数时则发现,两日当晚7点到7点18分之间,陈杰票数暴增800多万票。 质疑说,iPhone 4S预购首日,预购2万多笔,造成中华电信大当机,网页2小时无法使用。 18分钟内有800多万人全台三分之一人口帮陈杰投票,而系统不会当机,系统真是稳定。 对此节目制作人陈俊良左表示,上月12日第一阶段比赛时确实因投票数暴增,让系统当机。 后来紧急加大流量才没有当机,我们没有作假,一直到最后都不知谁会夺冠。 尊重网友意见,而冠军李医生家人在台中开羊肉炉店,与诺惠招待100份羊肉炉庆功。 网友也认为李医生表现不好,被惨骂最弱冠军。 他当天演唱《酒干糖卖无极落语声》,表示献给妈妈。 赛前他透露很怕情绪影响表现,果然唱到最后真的哭了,歌声也受影响。 但评审黄国伦,陈杉妮等人都赞他情感真挚。 也有网友质疑,冠军奖品是女性保养品,亚军是男用太阳眼镜。 质疑制作单位原本内定陈杰为冠军。 制作人陈俊良回应,我们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比赛也一样紧张,不可能内定。 至于新赛制争议,陈俊良说,国外很多选秀比赛也都是全民投票。 下届比赛会有所改变,但不是因这次的争议,而是会有不同的创新。 5.爱宜良 在热播的音乐综艺《声声不息宝岛记》中,来自中国台湾省的艺人爱宜良引发关注。 她在第一期节目中献唱了自己原创,并在内地被一众歌手翻唱在全网走红的歌曲《Forever Young》。 许多人也因此才知道她是这首歌的原创。 在之后的节目中,她和前印堂少女成员陈卓璇合唱了《千年之恋》,和同样来自中国台湾省的歌手魏如轩合唱了达尔文。 许多观众和网友都纷纷被她带有颗粒感的独特嗓音所吸引,与爱宜良一同参加生生不息的还有内地的天后级歌手纳英。 而这两人在此前就有一点牵扯。 众所周知,纳英是《中国好声音》连续几季的常驻导师。 在2014年左右,刚出道不久,还未积攒起知名度的爱宜良参加了《中国好声音》,并成为了纳英的学员。 很多人可能对她印象不深,因为她在初选时的镜头被剪掉了。 而在接下来的《1VS1》中,她输给了一位名叫陈冰的学员,被纳英淘汰。 当时的纳英可能也不会想到这位被她淘汰的选手如今成为了金曲歌后,还被张慧妹、徐佳莹、被令等一众大牌歌手抢着腰歌。 这也不是纳英第一次干出这种事了,还有对不起周深。 我喜欢李维的名场面,也是让纳英啪啪打脸。 在生生不息的节目中,纳英也屡次提到在《中国好声音》与爱宜良的缘分。 从第二期的分队选人,到一宫结束时把邀请卡给爱宜良,还是能看出纳英队当初的选择是有一些愧疚的。 爱宜良是选秀出道,参加的第一档选秀节目《超级偶像》就拿到了冠军。 在这之后,他还参加了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中国最强音》。 在这档节目中,他走得似乎舅舅没那么顺利。 这档节目的导师有罗大佑、郑军、陈奕迅,还有被纳英注成功的张子怡。 有很多选手在后来也成名,例如李嘉威、阿兰等。 爱宜良除了唱歌,还进军了电影领域。 他和金钟世帝吴康仁合作出演了电影《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 在片中饰演女主郭琴琴,爱宜良凭借该片入围了金马奖最佳新演员。 并凭借为电影创作的主题曲《我这个人》拿到了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拿到了中国台湾省三金奖项中的两金。 在新一期的生生不息宝岛集中,爱宜良唱起了老歌往事只能回味, 和蔡明佑进行对决,还提到了作为同窗好友对蔡明佑的那段高中暗恋时光。 蔡明佑淡出了内地观众视线很久,此次在生生不息中的演唱的《我可以一想起》, 很多90后直呼也轻回。 两人是台湾师大副中的同窗,这所学校可谓是人才辈出。 大家所熟悉的吴清风,五月天都是出自这所学校, 爱宜良似乎和许多选秀出身的艺人都不一样。 她并没有甘于沉沦,被一波接一波的新秀所淹没, 而是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创作歌手的道路, 并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当年在选秀节目上扬言要当天后的她, 如今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